屋倫市長勝濤今天發表了他首次的城市狀況演講 他提及犯罪率上升、無家可歸、可負擔房屋、 社區的清潔衛生以及經濟前景等問題 還有的就是在屋倫正面對的問題 是自盛途2月解僱賴王·Armstrong以來 該市的警察局局長職位一直處於空缺的狀態 以及上個月屋倫的911系統癱瘓了30個小時 並出現了大量的放棄求助 即是民眾在撥打911尋求幫助的時候 在未能夠得到回應之前就掛斷了電話 有見及此 聖途蓋述了屋倫政府在未來一年 將會重點關注以下五個事項 包括招募新的911調度員的同時 保留資深調度員以及更換過時的調度系統 增加新的社區大市和攝像頭 以加強隔日期間的公共安全 安裝300個全新的自動車牌辨識系統 以更快地收集證據、搜查和辨識車輛 透過安裝攝像頭來實施車速限制和加強交通安全 以及加強停火行動以減少社區暴力 屋倫的犯罪數量和一年前相比普遍上升 當中包括暴力犯罪增加了21% 搶劫案和入室盜視案分別增加了34%和38% 凶殺案則減少了2%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